1月21日,星期六,沙田赛买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叫做独赢及位置过关,三穿七 和大家买过关,买回三关 至于我们买到的第一关,就是这一场第八场 这一场第八场是我们的四班草莉必兰,1400米的赛事 在金场马上,有14个马匹,都是一些比较多的场合 而且,金场马也有很多实力马 你可以看到,金场马有很多匹马,最近跑得好 好像这2号的博爱先锋,最近跑得第一 然后再数,到4号的喜连卫星,最近跑得第三 6号的一铺中环,最近跑得第一 7号的竞进翩翩,最近跑得第二 再数,到13号的这些威武勇区,最近都能跑得第三 所以你这样数一数,其实金场马已经有6匹马 最近是说入到头三名,最近是说跑得好 所以这一场第八场的赛事,看起来都是说,很多实力马,很多匹马是说有得差的 至于今场马,我们会不会是说买到这一堆实力马呢? 因为这一堆实力马,这些赛事都好像是挺厉害的 好像这一只2号的博爱先锋 其实它初出就已经跑得第一 这些马,很明显,看起来是说很强的 初出跑第一 你都不可以说这一只马,是弱的 因为人家最基本上场已经交到成绩给你看 这些马,我相信这一场很大机会会成为热门 再配布门上去上章,初出也是它赢的 未来这一场马,这些马,想不热都难,排着四当 但是我们会不会买这些马呢? 其实今场马呢,我就想飞跪了这些热门来去不买它试一试 因为我觉得这只博爱先锋 虽然说它上场赢得到,初出也赢得到 肯定是厉害的 但是,事实上,你看看这只博爱先锋上将怎么跑 7号,蓝三红帽的这只博爱先锋 其实这只博爱先锋上将,跑起来都是说,帖蓝都省了 上场马是省了 省速全程的 帖蓝都省了 去到转弯,入直落也是说很暢顺地找到位 望空来到它冲一段 今场马还要是说,吃着那些快步速 所以今场马,在形势方面,这只博爱先锋是很跑的 它真的赚了整个步速形势 赚了一条蓝 这样回来跑到第一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马,如果这只博爱先锋做大热门的话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买它 因为始终这一匹马,其实我觉得它证明不多 它只是跑过一次,实力证明不多 而且它上场赚了 但未来的一场,如果它不是像上仗那样赚的话 会不会是说有机会跑不出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是要想的 你说未来的一场,它又像上仗那样赚了 那它又好跑而已,可能又再跑第一 但是如果它不赚呢? 不赚能不能够发挥出上仗那样的水准? 我真的很怀疑 而且也估计这一匹马,很大机会会成为热门 这些马上仗初出都五点几倍 今场马,我真的想不到为什么它不会成为大热 这一匹马,差在热成点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一匹马,如果在未来的一场太热的话 这一匹马,不是那么值得来买 可能它就是说有点赔率,就可以博一下 博它来的一场,再赚形势 再赚快报处,再赚团 可能有得买一下 但是如果来的一场太热的话 这些马,我觉得买不过了 再加上,今场马,我觉得有很多马跟它争 刚刚才数过给大家看 今场马有六匹,最近跑到头三名的马 还要计算有些,最近没有什么赛绩 但是隐藏了实力的马 所以我觉得今场马,其实都很乱 所以我宁愿就是说,拼连同场上的一些烂马 拼连也比拼连也比拼连也比拼连 至于今次我们会拼连的烂马是哪一匹呢 我就想试试这一匹9号的浪漫老窩 为什么今次会买这一匹马呢 这一匹马,其实最近的成绩不是那么好的 这一匹马就是说一匹初出,跑过第十的马 第一次他跑的成绩很差的 还要他也挺懒的,有25倍 这一匹马初出,成绩不是那么好 又懒,但是未来这一场呢 为什么我们会选这匹马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匹浪漫老窩呢 其实上将的发挥呢,不是那么理想的 大家可以看回浪漫老窩上场 何宅瑶是怎么跑的 浪漫老窩上场就是排着八档的 这里的就是他了,红衣白帽 我们一起看回何宅瑶上将怎么发挥呢 其实在头战时间,这一匹浪漫老窩呢 也是说被人顶了一个三叠的位置来跑的 你会看到他,其实也是一匹马比较少少的马匹 那之后,去到转弯入直路 那一匹浪漫老窩呢,都是说放了出去的 那,放到这一个位置的 那你会看到,他吃的脚趁其实真的多的 现在都走着七八叠的了 那,所以才是说,导致了这一匹马 最终跑得好,最终跑第十名回来 那所以我认为那一匹浪漫老窩呢 上将输起上来绝对是有原因的 啊,但是未来再出,再来跑回沙田四变草的千四米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匹马,有可能是说有变化 有可能是说比上将跑得好 那这次随时是说赢了都绝对不出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因为我认为这一匹浪漫老窩呢 其实上将跑1200米都是说严短的 跑1400米以上的路程呢 我觉得才是说比较适合这一匹浪漫老窩 那因为大家看看那一匹浪漫老窩那些同库系马 那其实他的大部分同库系马呢 都是说赢了1400米以上的路程的 那好像他其中一只同库系马 洪森威龙那样 那一匹洪森威龙之前平分都去到134的了 是极高平分的马 那马王洪森威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就是他的其中一只同库系马来的 那而洪森威龙那一匹马 正正就是说赢1400米到1800米的那些路程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匹浪漫老窩 就是说洪森威龙的兄弟呢 其实他有机会都是说比较适合跑1400米以上的路程 那今次走过来 转战跑1400米呢 那我也是说较适合的 那还要再加上大家看看这一只浪漫老窩最近 试习的表现吧 其实这一只马最近试习试试得挺好的 在1月13日 那试过货习那一只马 是说能够很轻松跑的第一回来的 那当时那一只马摆前来走 那就已经是说 极之禁轻松跑第一了 那当时判断骑举的时候 是说跑到后面的对手呢 完全没得跑的 那还要按住回来 那一只马还有很多在手的 那所以从他最近的试习 可以见到这一只浪漫老窩呢 最近是说挺有状态的 那因为大家看看这一只浪漫老窩之前的试习 其实这一只浪漫老窩之前的试习 是未好过的 未试过跑第一的 唯独是今次呢 他是能够赢到货习的 还要很轻松来对他赢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只马呢 似乎是说粗喜了 未来真情来到他跑呢 随时爆懒都绝对不出奇 那还要这一批浪漫老窩呢 他是说放周进落上去 放周进落上去的话 我觉得这些马有得爆 那你真的不要小看他 以为上次25倍就觉得那只马不行 不要以为跑第十25倍肯定不行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为放周进落呢 其实我觉得 他真的想赢的 因为浪漫老窩这一只马 的马主呢 其实他都拥有另一匹马 叫做幸福老窩 都是老窩系列的马 可以这么说 而幸福老窩这一匹马呢 当时正正就是由周进落来赢的了 当时是周进落帮这一位马主来赢的 所以其实周进落和这一位马主 都是说有少少渊源的 当时那只幸福老窩呢 都没有什么骑上去能够赢得到的 但是周进落骑上去呢 就赢的了 那么今次他这只浪漫老窩 突然之间放回周进落上去 还要排着一档漂亮档来跑 那么打完黄牌 我觉得他随时偷鸡 在周六这些时间 又用华杖偷鸡都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这只浪漫老窩 其实是说选得过 再加上今次他排一档呢 可以放分前来走 刚刚先都和大家看过 这只浪漫老窩最近的课试 放前来走是跑得好的 所以其实这只浪漫老窩 他那个跑法 最佳的跑法呢 是放前来走的 接着他排着一档 这些漂亮档呢 他绝对能够放前来走的 放前来走 随时就是说 跟上将的流后效果 可以很不同的了 所以今次我都想 试一试这一批马 看看这一批浪漫老窩 接着这一场 能不能够变身 杀光了 好了 讲完我们的过关第一关 就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 就会买到这一场的第九场 这一场第九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 草里必兰 2000米的赛事 在今场马上 又是有14只马匹 又是一些多马小小的场合 而今场马 又是很多只跑得好的 这些自然力量 最近跑第一 马尔代夫 最近跑第三 驚喜 最近跑第四 再数下去 都很多只说有成绩 这一场马 最近有成绩 那我们会买哪一只呢 那今次 我想试一试这一只 4号的标志5G 那为什么今次 会买这一只标志5G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一只标志5G 是说能够跑入Q 跑到第二名回来的 那成绩相当之好 那大家又再来看看 这一只标志5G上涨的第二 如何跑 其实这一只标志5G上涨的第二 都是说在被动位置 走蚀位大外碟 这样来冲的 但是居然能够冲得好 那还要是说交到一个很强劲的 不断冲势 让你见到的 这一只标志5G 在一个极被动的位置 尽尾这样涌回来 跑到第二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标志5G 很明显都是一只 最近有表现有状态的马匹 那今次它转场地 转路程 去跑这个沙田三番草地 2000米的赛事 那我觉得这一只马 都是说有得争的了 那因为最基本的一只马 你看得到 它在5月22号 跑这个沙田草地 2000米三番赛事 排着个劣档12档 都是说能够赢得到的 是吧 是跑到第一回来的 所以 这一场马的路程班次 和长技 是很适合标志5G 来跑的 那不过 可能有人会对这一只马 有点质疑 是吧 因为在今季 其实它也跑过一场 沙田草地 2000米三番赛事 但是当时 居然只不过是说 能够跑到第五 那又为什么呀 是吧 又为什么会输 那又说这一只马 适合跑沙田草地 2000米三番 其实当时 这一只标志5G 输起上来 都是说有原因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 这一只标志5G 当时输 其实就是说 因为出现 塞车受阻的情况 标志5G 就是这里的 那一只 黄衫蓝帽 那今场马 去到转弯 入直路之后 其实这只标志5G 就是说出现 塞车受阻 大家看看 其实这只标志5G 是说去到三百多位 都还没看空到的 还在后面 这个位置 在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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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马 又挡住他的跑线 所以搞到这一只马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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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步速的赛事 他都能够后想 那 只推涌回来 跟回做马群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绝对不是一只差的马 他跑沙田草里 二千米 三班 甚至是跑跑米里草里 二千二百米的三班 很明显都是说有料到的了 那今次跑回沙田草里 三班 二千米 那我觉得这一只马 绝对是说有得差的了 未来这一场马 还以为牌做了一档 我相信他都相当好跑的 那继续配分上将 帮他跑入Q的报名上去 那我觉得报名旗 都是说适合的了 那所以我们会选到的马匹 都选回这只四号的 标子五支 来试一试 好了 那说完我们的过关 的头两关之后 就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我们的第三关 我们的第三关 就会买到这场的第十场 这场第十场 这场第十场 就是我们的三班 草里必兰 千二米的赛事 那在今场马上面 相信最焦点的马 一定是四号的 永远美丽 因为这一只马 其实都可以是 叫做一只超新星的 对吧 那当时那匹马 初出的时候 已经是说 很多人追捧他了 而他当时初出 跑这个沙田草里千二米 四分赛事 跑着个劣当都能够 是说赢得到的 都是一只相当之有实力的马 那之后他再跑多一场 11月6日的时候 跑多一场沙田草里千二米 三分赛事 都是说能够跑得好的 跑第三回来 而这个第三 为什么他会输呢 其实纯粹都是说失车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其实这只永远美丽 当时是说失车 这样的情况下 跑到第三 你看他怎样失法 他最后8五米 在里面那条栏 塞下塞下 现在才是说 走到出来 这一个位置 打算望空 但是都是比马左的 都是比马顶的 那没有跑过的情况下 就是说 没什么怎么打过边 只推的情况下 但是他都一样能够 跑到第三回来 所以这只马 很明显都是一只强的马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这些超新星 未来再出 你说买不买他 在实力方面 这只马 肯定是在未来一场 有机会的 又再跑回那些沙田山班 早上千二米 都是他会赢的路程班次 和场地 所以你也不要说这只马 在未来一场 不凶了 这些马肯定是凶的 不用说到他凶了 还要打完王牌 但是 老实说 今次我都不想买他 因为都 估计得到 这些马肯定热的 未来一场 又是热到上次的赔率 一点几倍 差不多 差不多 1.1 1.2 1.3 1.4 都是那些赔率 总之一定是 一点几倍 如果未来一场马 又是热到这么夸张 这些赔率 我就不会买他的 因为始终 未来的赔率 都是礼拜六的赔率 礼拜六的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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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都爆了 很多时候 热到热到 那些马匹 都跑不出 所以这只 永远美丽 这次我觉得 都被买为妙 而且他这么久没有出赔 这么久没有去跑 不知道他目前状态是如何的 最近那两次 他也是说 突然之间退出的 所以今场马 我都不买这些大役的了 反而拼回其他马来买 至于今次 我们会拼回的马匹 是哪一只 今次 我就想试试 11号的年少有威 那为什么今次 会买这只马 我们先来看看这只 年少有威的赛事 这只年少有威 其实最近 都是跑那些 沙田泥地千二米的赛事 但是 未来这一场 他居然说 转回去跑沙田草里 三班千二米 跟他最近 跑的路程班次 都完全不同 但是未来这一场 为什么我们都会买他呢 原因是 因为 我觉得这只年少有威 其实最近 都很明显 是说有状态的了 他连续跑了几场 一场泥地千二米 四班三班 都能够跑得好的 跑第一 第三第二 全部都是有成绩的 三场都能够跑 很明显有状态 而且他长长 都是对着强组 大家看看 年少有威 其实最近那些 泥地赛事 是对着强组的 对着闪电 八心八战 六色有料 文明之声 这些马不差的 连续好几场 他都对着强组 对着强组 都能够跑出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 这只年少有威 其实论实力 真的不是一只差的马 虽然说最近跑泥地 但是我觉得 他跑草地 都是会跑的 喂大哥 这只马不是一只 只会跑泥地的马 随时他跑草地 其实是更佳的 所以 未来这一场马 他转场地跑 我觉得都没问题 因为大家看回 其实 在老祖之前 上季7月16日 他跑过沙田草地 12米四班赛事 都能够跑得好的 跑过第二回来的 成绩不差的 虽然说是四班 但是你看看 当时的对手 对手都是强的 当时他是对着冰雪奇鱼 美丽少星 幸运之神 晴王这些马 和大家说 这些马全部都厉害的 好像输轨了 被连少有威的 美丽少星那样 美丽少星这一匹马 金场跑第三 在四班输轨了 被连少有威 你看看他再出的成绩 你看看他 在今季 已经是三面 一个第三 在三班的沙田草 12米 他都能够赢得到 所以这一匹马 绝对是一匹不差的马 然后你再看 幸运之神 这些马 这些马怎么会差 虽然说 输给连少有威 但是 他也是一匹 在今季 赢马的马匹 一个第二 一个第一 又是识考的马 所以之前 这匹连少有威 其实是对着强组 跑到第二 而是说 能够跑到第二 跑沙田草 12米 四班 所以我觉得这匹连少有威 跑草地 也绝对不差 然后 转战 跑回沙田草 12米 我觉得他成功了 还要再加上 他最近试集也好 这匹连少有威 最近在1月10日 试了货集 有何侄药 亲自去试 当时这匹连少有威 是跑到第二 回来的 是吧 这匹连少有威 不差 这匹连少有威 都没有什么 走过 这匹连少有威 都能够跑到第二 而他这个第二 是说赢了 仪敬力 和永远美丽 这两匹马 都能够赢得到 而这些马 是什么的 其实就是 跟他拼那些 跟他斗那些 7号 就是仪敬力 最近试集 输了给他 永远美丽 这匹马 就是刚刚才up 那一匹 超新星 考第一第三 但是最近试集 都要输了给他 所以我觉得这匹连少有威 其实最近挺有状态 试集又好 又有表现 跑草地 又懂得跑 金场马 还要排了二档 来跑 我觉得他又好跑 罗富泉金场马 还要出三匹 你看看 出那匹万众力德 幸运旅程 还有这匹 11号的连少有威 罗富泉都报了个阵 所以我觉得这匹马 其实可以来试一试 整个配搭都不差 所以我们会选到马匹 选回这匹 11号的连少有威 来试一试 看看这匹马 能不能够砌低 金场马那匹 超新星 好了 说完今次我们的过关 会买到哪三关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投注策略 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独赢及位置过关 三穿七的彩池 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这条过关 就可以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多不妨试一试 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在这里祝大家 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先 今天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